大家好,我们本节课将来学习绕过剔除了and和ord这两个关键词的circle注入 那我们本节课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我们将介绍基础知识 接下来介绍去除and和ord代码分析 之后我们将来介绍绕过去除and和ord的circle注入 最后我们将来介绍circle mapped安全检测 下面我们开始第一个部分基础知识的介绍 在这里我们将介绍mycircle的一些基础知识 那么首先我们将要强调一点 mycircle中的大小写是不敏感的 大写与小写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咱们select 其中可以有部分大写或者部分小写 以及全小写和全大写 它们的这个含义都是一样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mycircle当中 这些提交的参数 比如说id等于1或者是uname等于什么什么 那么这些提交内容 这些具体的值经过16进知和uil编码 它们的含义都是一样的 提交过来之后mycircle都可以进行解码识别 那么第三点就是咱们符号和关键字的替换 and这个符号 这个关键字和咱们两个这种取缔指符是一样含义的 以及or这个关键字和两个竖杠是一样的含义 那咱们第四点就是内联注释和多行注释 在mycircle当中咱们使用 斜杠新感叹号 然后内联注释的内容 然后新斜杠 那么内联注释当中的这个语句 会把当作circle语句进行执行 那多行注释是在内联注释上面去掉了咱们这个感叹号 进行注释 那么多行注释的内容不会当作circle语句执行 那下面咱们来介绍去除and和or关键词的代码分析 那么这里咱们首先介绍一个函数 prag replace 它是php当中进行赠则匹配 然后进行替换的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它可以添加三个参数 当然它也有其他参数 这里我们只介绍三个参数 具体其他参数 大家可以查看对应的手册进行查询 那咱们这里介绍的三个参数当中 第一个参数是表示partner 它要搜索的模式 可以是一个字符串 或者是一个字符串数组 那么这个partner就是咱们要搜索的内容 那么replacement是用于替换的字符串 或者字符串数组 它表示咱们要将查询到的这个内容 替换为replacement的值 那么咱们最后就是咱们要搜索的 这个原始目标字符串 或者字符串数组 在这里咱们给出对应的这个代码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是使用了咱们这个preg replace 然后这里是它增责表达式 要搜索的这个增责表达式 之后要替换为一个空 在它的id当中进行替换 也就是说咱们输入的这个id 它的值当中如果包含了and 或者and这样一些关键字的话 就都会被替换为空 那么咱们加上i的话 表示忽略ignore ignore 然后大消息 忽略大消息 那么这时候咱们这里 只要出现了or and这样的字符串 不管它是大小还是小写 都会被替换为空 那这里咱们就通过这样一种 黑名单列表验证的方式 去除了咱们和and和or 这两个关键字 那这时候提交过来的and和or 都会替换空 不能被当作色口语句执行 那下面咱们针对这种情况 就要给出对应的方法策略 来绕过咱们去除了and和or 关键字的色口注入 在这里我们以色口的lab25 为例进行绕过策略讲解 首先我们对于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它是整项过滤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进行大小写变形 比如说and和or所有的变形都出来 然后逐一进行尝试 那么因为咱们代码中设置了i这个参数 正在表达是 那么这时候它的大小写是不敏感的 那这时候不管这些关键字如何变形 都会被替换为空 所以说这种方法咱们排除掉 那么第二种方法就是咱们使用注释的方式 过滤这个绕过咱们这种过滤措施 比如说and后面写两个字母an 然后加一个注释 那这时候匹配的过程中 就会不再匹配到and这个内容 那么在socle当中 它仍旧当作and的直写 当然对于这种方式咱们也可以使用双写绕过 那么因为知道了or会被替换为空 那么它在替换一次之后 那么剩下的or不再被替换 那么带到数据库当中 就会执行or的含义 当然了 正对这种情况 咱们也可以使用符号进行替换 and被去掉了 我们用它的等价符号两个取地式符替换 or被替换了 我们使用两个数杠进行替换 这里我们给出之前探测结果 首先我输入-1 然后对应的这个闭合 咱们的这个单引号 然后两个数杠 然后1等1 那这个时候也会输出对应的内容 下面我们就来实践演示 打开浏览器之后 我们输入对应的ID 问号ID 等1 之后我们输入一个反斜杠 那我们通过这里的报错 也会发现 它是多了一个反斜杠 那这时候我们闭合单引号 之后我们 杠杠加回撤 刚看到返回正常 那这时候闭合成功 这时候我们可以执行对应的色口语句 and 1等1 回撤 可以看到 and1等1 当中 这里咱们出现了 报错 说在这里 它是这样一个错误 我没有看到and 那由此可以猜想 咱们and是被过滤了 那这时候我们输入 这样一个and的情况下 那么也没有出现 那我们这时候 大字就可以估计 咱们这个and 是被彻底过滤掉了 那我们输入 or 看是否被过滤 or也没有 出现 我们之后 改变大消息 它也没有出现 那这时候 我们可以猜测 它是进行了忽略大消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首先使用符号进行替换 可以看到 使用两个斜杠 两个竖杠之后 它返回是正常 不要输入两个取缔指符 来查看 那么这时候 它爆出这样一个错误 取地指符 回车 我们输入两个 或 这样一个替换 它是返回成功 那么end应该是也被过滤掉了 因为咱们执行过程中 会发现只有1这个位置出现了 可以看到只有1出现 那表明咱们这个end这个符号没有被执行 也可能是我们当前的这个MySQL版本不止持咱们这个end的这个符号替换 那我们就使用or进行替换 可以看到这时候成功的执行了这样一条语句并输出了对应的内容 我们现在输入一个错误的这个ID回车 -1的情况下 如果默认情况下 它会爆出一个错误 不再进行显示 如果说我们把or 1等1加进去 那这时候会爆出第一条数据 这里成功爆出 那就会发现它是存在circle注入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这样 or 回车 我们也可以看到使用双写也成功的绕过了咱们对应的这个检测 执行了or1等1 我们也可以使用and nd and and 回车 这里是爆出了对应的错误 我们因为这里少了一个百分号 回车 我们这里改为它的这个1 只有都正确的时候 才会爆出对应的内容 由此我们双写也绕过了 咱们这个去除 咱们对应and的这个和or最关键字的这个过滤机制 咱们通过这种方式就成功的使用了and和or 那么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注入利用 这里咱们就不再做演示了 咱们下面介绍circlemap进行对应的安全测试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circlemap-url 然后-dbs获取对应数据库 然后batch表示默认选择一些参数 那么这时候咱们会爆出对应的这些信息 可以看到它是存在注入的 那么以及开始注入获取信息 那下面咱们来演示 首先将url复制出来 我们要打开卡例吧 我们打开我们本地 本地 windows r cmd cd desktop cd 我们看是否本地具有circlemap cd circlemap 我们没有circlemap 那我们就在卡例当中自带的这个circlemap进行演示 输入密码 tor回车 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查看一下本地的ip ipconfig 100 关闭 然后回到卡例当中 它应该是之前设置了代理 我们将代理修改回来 advance setting no pausing ok 关闭 127 192.168.1.100 之后是circleing 回车 circleing 我们打到advance inject 打到25 这里去掉了这个and和ord 这个测试 输入id 等一 爆出对应的信息 右键 copy 出来 最小化 打开中端 将中端最大化 control sift 加号 circlemap f-u 然后咱们右键 paste 刚刚dbs 刚刚batch 回车 开始进行探测 这时候开始探测咱们对应的这个内容 可以看到这里爆出咱们这个id可能是存在circle注入 以及可能存在xss跨站脚本这个漏洞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咱们就可以最终获得咱们数据库的这个信息 获得数据库名称 这里咱们就做等待 大家根据下去进行实验来完成获取数据库的内容 那下面咱们进行总结 首先通过本节课程 大家要掌握咱们之前介绍基础知识 以及掌握咱们去除and和ord这个代码 尤其是掌握preg replace这个函数 以及咱们要掌握咱们如何绕过去除了这两个关键字的 这个方法咱们通过大小写替换 以及咱们对应的双写 以及咱们进行对应的其他内容进行绕过 最后大家要掌握circlemap安全测试的方法 那么以上就是咱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本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